汽機車排排站停等平交道 这个红灯实在有够久 开始计时 红灯开始横向车辆先通行 接着自强号列车通过 但平交道警示继续换区间车通过 还没结束换车辆先通行 再来一台举光号通过 总共411秒都在等红灯 骑士发文炮轰说人生史上 遇过最烂的路口没有之一 有急事的话整个躁郁症就起来了 等了都没在走等很久 所以就觉得有点想要 有点想要闯红灯的那个 火车然后又有红灯 不然就红灯又有火车 这地方有很多人建议说 看能不能坐那个地下道 等了将近七分钟 无聊到跟旁边骑士交流 大家都很无奈 那我们也会考虑在离风的时段 能够缩短耗制的周期 地点在高雄桥头 桥南路与金武路口 骑士说最久等八分钟 整个超厌室 等红灯等到天荒地老 要等到铁路地下化 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记者猜双集郭怡珍 高雄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 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